将两岸滑灯静放 东方明珠一以生辉 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2号晚在上海体育场隆重开幕 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夜幕下的上海体育场流光异彩 鼓乐喧天 可容纳8万观众的体育场内坐无虚席 到处欢声笑语 气氛十分热烈 十九时许 胡锦涛走上主席台 向观众挥手致意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发声 前来出席开幕式的冰岛总统 格林宇充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 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伊纳莫瓦 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异姆施莱佛 和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委员会 名誉主席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 国务院副总理回梁玉 国务委员陈志利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何后华等也在主席台就座 坑墙有力的特奥会开幕鼓越想起 来自164个国家和地区的特奥代表团 相继入场 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当中国特奥代表团最后一个纪录会场时 全场观众兴奋的鼓掌欢呼 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鲜艳的五星同棋冉冉冉升起 既代主人 祝福的圆满 好多多血量 祝福我们希望者 圣满地 祝福少年 最维持的时光 每个人 每个方 祝福的风生 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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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时20分 胡锦涛用红亮的声音宣布 我宣布 开幕 2007年 世界夏季特殊窩林匹克运动会 开幕 随后 八名特奥运动员 互拥着特奥会会棋步入会场 礼兵将会棋缓缓升起 在特奥会会棋前 一名运动员 一名裁判员 分别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宣誓 本届特奥会组委会主席 上海市市长韩正 在开幕式上致辞 向远道而来的特奥运动员 和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这届特奥会将是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舞台 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是特奥精神的传递者 让我们共同感受特奥大家庭的温暖 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蒂姆施莱佛 也在开幕式上致辞 对中国人民为办好这届特奥会的辛勤付出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特奥不是为了别人 而是为了我们大家 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特奥运动事业中来 21时42分 经过五大洲传递的特奥圣火希望之火 到达上海体育场 几名中外火炬手在场内进行接力传递 最后一名中国火炬手高琴圣火 泡向主火炬台 点燃象征特奥精神的莫比斯环 燃烧着熊熊圣火的巨大莫比斯环 从喷泻的水墓中徐徐升起 顷刻间上海体育场成立一片欢乐的海洋 开幕式上穿插进行了以和谐人类共同的梦想为主题的盛大文艺表演 整个表演分为勇气人类精神的力量 分享我们共同的关爱 技能认识自身的潜能 欢乐共同庆祝的时刻四个部分 展现了智障人士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风貌 表现了全人类相互关爱携手共进的崇高理想 气势灰弗 气势辉宏寓寓意深刻的精彩表演 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场内场外 歌相刻心相连 泳动了一片融融融真情 我想我可以 勇敢的想要去 帮忙挪在手心里 永远生不得放弃 一名智障儿童的歌声 引起全场的共鸣 歌唱《你行我也行》 把整个表演归向了高潮 我要因为我自己 永远也不放弃 爱重回答你 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面向智障人士的综合性大型运动会 这次在上海举办的特奥会 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 在亚洲举办的夏季特奥会 是迄今为止我国举办的 参赛国家和地区 参赛人员最多的国际体育赛事 本届特奥会设有21个比赛项目 和4个表演项目 有一万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全部比赛将于10月11日结束 10月2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西郊宾馆 同前来出席2007年世界夏季特奥会 开幕式并访华的冰岛总统 格里姆松举行会谈 双方对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感到满意 同意继续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取得更大成果 胡锦涛表示 中方重视同兵方的关系 愿同兵方一道努力继续挖掘合作潜力 使两国关系成为不同服务员 人口和社会制度国家 友好合作的典范 胡锦涛就发展中兵关系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加强政治互信保持双方高层交往势头 密切政府立法机构正当的交流 第二扩大经贸合作 希望双方主管部门尽早完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为全面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创造更好条件 第三深化科技合作 中方愿意借鉴兵方在火山地震冰川研究和地热清洁能源利用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第四推动人稳交流 加强学术团体智库媒体的交流 格林姆松表示 冰岛和中国的关系是强有力的 近年来两国有意进一步加深 各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格林姆松赞同胡锦涛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建议 希望双方不断开拓合作新领域 将两国务实合作推向新阶段 格林姆松表示 冰岛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冰中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石 也是冰中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石 胡锦涛对此高度评价 胡锦涛赞赏格林姆松一直关注和支持 上海举办2007年世界夏季特奥会 格林姆松表示 中方为本届特奥会举办做了精心准备 相信2007年上海特奥会的成功举办 将对国际特奥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0月2号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 前来出席2007年世界夏季特奥会开幕式的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 胡锦涛首先欢迎阿罗约来华出席特奥会开幕式 关于中非关系胡锦涛表示 中方重视同非方的关系 愿同非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当前中非关系很好 两国领导人经常见面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沟通 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成效显著 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中方愿本着互利双赢原则继续加强 同非方的经贸合作 两国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战略性合作 共同行动计划 经贸部门也在制定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 希望双方抓紧磋商 尽早达成一致 为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提供具体指导 阿洛约表示 非中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 坦诚对话的基础上 越来越全面成熟 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 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阿洛约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菲律宾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胡锦涛对此表示赞赏 10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 前来出席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施莱佛 胡锦涛说本届特奥会是世界夏季特奥会 首次走进发展中国家走进亚洲走进中国 是中国首次为智障人士承办的世界综合性体育赛事 这将有力推动中国特奥运动深入发展 也将为国际特奥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希望通过承办本届特奥会 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 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胡锦涛指出 中国有8300万残疾人 其中有984万智障人士 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一贯重视包括智障人士在内的残疾人事业发展 致力于维护残疾人的各项权益 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我们将以本届特奥会为契机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 使广大残疾人更好的融入社会 参与发展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残疾人的心灵 施莱佛代表国际特奥会高度赞赏 中国政府和人民弘扬特奥精神 推动特奥运动发展 施莱佛表示 胡锦涛主席在特奥会举办前夕 专门看望智障人士 体现了中国政府发展智障人士等 残疾人事业的努力和融合的精神 是对国际特奥运动的宝贵支持 也给世界树立了榜样 他表示相信 本届特奥会将非常精彩 非常成功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国务委员陈志丽等 参加了上述会谈和会见 10月2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出席2007年 世界夏季特奥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和夫人穆萨耶夫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 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伊纳莫瓦 国际特奥会主席施莱佛 前联邦主席奥吉 日本前首相海部郡树 博茨瓦纳总统夫人莫哈埃 波兰总统夫人卡钦斯卡 乌克兰总统夫人尤仙科 希腊总理夫人卡拉曼里斯等出席宴会 胡锦涛在致辞中 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各位贵宾来上海出席2007年 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表示热烈欢迎 胡锦涛指出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传递着希望、友谊、合作、和平 寄托着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 本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有利促进世界残疾人事业 有利增进各国特奥运动员 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推动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并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努力 推进世界残疾人事业 继续为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国际特奥会主席施莱佛在致辞中表示 我们非常荣幸和特奥运动员们 一起来到上海 我们将奋斗不息 直到世界上所有儿童 都能接受教育、发挥潜力 所有社区都接受包容 每一个愿有所贡献的公民 这就是上海精神 我们将同全世界分享这种上海精神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国务委员陈志力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何后华等也出席宴会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新闻30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中午12点再见 再见